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 剑会的强强对决 关掉方是珍宝格 对战方是曲护孔妙 那宝格这边上的是一个 盘斯武装的双锋配合着 斯托林加魔王战 今天是给魔王战的一个主上位 看了一把阴阵 那对战方上的也是一个 盘斯武装的双锋 但是他带的是 斯托林和神木林 法系不一样 同时看了一把阴阵 双方没有阵法克制 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谁能拿下 曲护也是刚刚拿下的 复战冠军嘛 开场还是以青宝宝为主 青风望月 宝出手 对战方一手 笑礼给到关掉方的盘斯 那现在宝格这边武装 是有全场的一速 落花成林 再控一速武装 哎 关掉方这边开始压人了 啊 仅仅第二回合 宝格这边就有了压人的想法 金刚护体再拉一手 是否先把野兽之力补上 不着急 清三迭 再清一个 气牛进 那这一回合没压 就是大死亡 单纯的拍一下 啊 因为想压人的话 你单纯的靠宝宝有点 有点难吧 啊 还是以青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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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对面掀起飞 现在屈服也不怎么玩国标了 就打五神坛的时候 好像打了总共是12 总共打了9场比赛 屈服好像也就用了两场国标 打五神坛的时候 剩下都是2人玩 平时打剑会 现在屈服也基本不玩国标了 可能就是关键时刻 上一手国标就行 这国标之王 不玩国标了 没关系 关键时刻能拿一手出来就可以 打剑会 212更刺激 剑会打国标他不好看 赤坡接着飞 和我假说关键方这回合想针对对面武装了 这回是真想点了 大妙来一个1400这点血 卡了一个大金 应该还行 关键方这边又被清掉了一个善恶 两个善恶的话 3200伤害不够 伤害不够 武装再给一个宝宝出来 有日月乾坤 关键方这边也不太好给净疗 净疗倒是能给上 给上了以后 净疗的效果要减半的 也就是说对面 哪怕中了净疗也是可以 加上血的 净疗必须是一个单独的封印 才是一个百分百的净疗 如果他和别的封印 套在一起的话 净疗效果会减弱 我仔细的解释了一下 因为平时大家也见不着 一般见不着 一般见不着 把灯走一走 现在对战风的血线 已经是有点绷不住了 转了魔王以后 他这个面伤确实有点狠 本身 他就是十一把 轻轻三里 没压死武装 其实观战风这边 也很不舒服的 罗汉接着盖 双方进入了一个 僵持阶段 不太好打开局面 那只能期待一个 十回合以后了 十回合以后 出出地厅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局面打开 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如果是212之间的对决 你单纯的打面伤 一时半会儿 根本就分不出胜负来 这比赛 你得朝着五六十回合去 单纯打面伤的话 一定要配合点杀 比赛 才打的能快一些 对战风来了 破雪 先跟一手 想点 观战风这边 一速武装 四千八 武装直接倒地 这样的话 就看对面 怎么去守时点 观战风这边 也开始针对 对面的尸陀了 可以镜下神器吗 观战风尸陀差点也被蠢色 有点小危险 这就是我说的 212打着打着 他就得打点杀 必须得打点杀 用人去拉起尸陀 天上也刮起了风 增加输出 我感觉这个天气系统 确实是对212 加强太多 你不管是刮风 增加输出 尸陀加魔王 尸陀加神墨 显得更暴力了 远远比大唐的效果 呈现得更明显了 尸陀的效果 比大唐更明显 还有就是 下雪的时候 增加分音命中率 本身212 人家就是双风系 你国标是单风系 对于命中率 体现出来的效果 212会更明显 地附小索 可能他一场比赛 都不挂一个小索 这比赛 咱也不是没看过 一整场比赛 不挂一个小索 观察方直接套了个宝宝 直接套宝宝 武装怪 是可以套神技的 就宝宝如果打神技 武装怪是可以上去套他的 方寸是可以封贵魂 他们这些封印 都是有自己的特点 化身色继续火 对面感觉不太好 守观察方这边 武装怪的尸体了 而对战方 尸陀的尸体 观察方现在是 特别具备这个守时能力的 不太好拿捏 现在队战方场上 有一束日月乾坤 接着再套一套宝宝宝宝 给武装任一首 观察方这边 还是要把一束抢回来 给大家把状态篮打开 嗯 尸陀突然 在这飘漫天 哎呦 这首金钦可太捷克了 拉起尸陀 直接飞机 对战方现在 石头还插一手金钢 观察方这边 也得把金钢先补上 啊 这样一手凝制以后 观察方也是顺利的 再次拿到一束 罗汉接着干 化身四 补一手金钢 石头秒一秒 感觉对面 对面石头还得死 哎 被封住 罗汉也盖上了 好像对面 又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剩下的 观察方这边 只要靠善恶啊 守住对面石头的尸体 就可以了 别的观察方 也发挥不出来了 人家罗汉也盖了 把观察方 石头也空了 魔火焚射 也并没有点着石头去秒 不过石头好像还是 一万 没守住 尸体 套武装 对面反套 观察方 魔王 对战方向在血量上 有压力啊 控一控观察方的输出 风不中 对面 反击的机会来了 啊 洛华晨 你先控手 不出宝宝 化身色得补了 啊 化身色没时间 给石头活血 先得补宝宝 场上缺两个 你不能再缺了 可能观察方 这波伤害打下去 你宝宝还得飞啊 啊 所以必须得补一个出来 本身场上 他那个法庞 就是一个撕血状态 啊 随时可能被一刀劈死 啊 你看这 啊 所以他场上不能缺宝宝 最起码得补一个 这石头 这 还是倒 石头倒了就倒了吧 这样化身色 不太好加金刚 啊 石头的神器 伤害啊 也加不出来 还挺亏的 啊 你缺手金刚 缺个神器的伤害 你这伤害差很多的 观察方武装 这边已经站得 非常的稳了 化身色 慢慢叠人心 再拉起石头 起褶了 啊 不飞了 起个褶 缓一缓 对面宝宝 补齐 关架从这边 花生死 再补一个高速吧 嗯 感觉还是要补一个 高速宝宝出来 金刚啊 终于是给石头林补上 还是那句话 他没时间去活血 化身色 这边补出了一个孩子 也一样 孩子就是高速宝 我记得宝格 这个孩子速度 也特别的快的一个孩子 观察方现在就缺高速 再来一手风卷 直接被轻飞了 这孩子 你没抗醒 他速度快 他就没抗醒 直接三个宝宝一起飞 武装怪还倒了 这一波下来 取斧优势无限大 可是对战风 怎么出来壁垒了呀 盘斯 没善恶了吗 这个时候正是要劲的时候 你壁垒是可能 有点不太感烫啊 对面有一个隐身的 就是配速嘛 有一个孩子 你再出一个壁垒 你场上就两个高速速的宝宝 来守观察方武装怪的尸体 是结果有些困难了 可以啥走时 观察方继续给一号位补了一个 摸进 化身死 继续拉高速 还是隐身保 他缺啥就得补杀 这几回合就是考验对面 这个能不能守住武装 这个一速武装 一直在场上对面 很难去打这个局面 刚才这种情况 很难去发生 观察方连续的控制 化身死一手 连缘推 拉起石头还能飞一飞 石头先变身 对面也拉起石头 再飞一飞 化身死一活 这武装没什么大问题 宝宝也神了 扛下来 扛下来 你看这个孩子就耐扛了 这个孩子就比刚才那个化身死 出那个耐扛多了 这个孩子属于配素 那个属于高速 继续针对 还是对面一心想守住 观察方这边武装怪的一个尸体 善恶 往上跟 1600 差点点血 再来一个 刚刚好 刚刚好 哎呦 但观察方这磐斯 这几回合是太给力了 连续的封印命中 一手金青 武装满血了 白玩 又回去了 这武装满血了呀 难呀 你看这壁垒 这不行啊 耐扛 壁垒耐扛 但现在确实说了 不好用了 有女麻木那个时候 壁垒丽批 绝对的第一宝宝 大家都在搞 壁垒神马丽批 但是自打女麻木不行了以后 其实壁垒的地位 已经是一落千招 之前我跟大家介绍过 宝格和鱼岛的 他们这个宝宝配置 其实壁垒的位置 已经不多了 这两个团队 大概有个三到四波的善恶 一个人只能出八个宝宝呀 对不对 三到四波的善恶 你总 一个人总得配一个高速 一个低速宝宝吧 隐身的高速低速 这就六个了 你总得配俩虚拟吧 这都八个了 那每个人怎么着 也得带俩地厅吧 这都十个了 有的时候宝宝都配不过来 根本就没有壁垒的位置 有些人家还会带一些 法防宝宝 对不对 法防宝宝一人一只不过分吧 当然每个门派 我只是说个大概 每个门派对于宝宝的配置 需求是不一样的 我只是说了一个大概 可能石驼会多带几个地厅 高速的武装罐 可能多带一两个虚弥 这都配置不一样 就是说神木呀 他会多带两个法防 法系会多带法防 这个是一定的 我只是大概均衡地说了一声 那这几波 冠冠冠强势压死 对面石驼以后 感觉 屈服那边 现在有点绷不住了呀 魔王四千五千 大哥你这个输出 对面已经是全员撕血了 残血都不算了 撕血了 直接换虚弥 哎呦 这个疼啊 再换虚弥 就是需要 压制的时候 果断把这些高叔叔的宝宝 往处换一换 可惜了啊 就一个也没带走 嘿嘿嘿 对面啊 虽然都惨了 但一个没死 尸陀不算啊 哎呦 这个 你别说对面这个神木是真吓人啊 观察方这魔王更吓人 这一个比一个吓人 但是神木他的爆发 是阶段性 啊 他最起码得展个三点风铃的风卷残云吧 啊 才会有一个相对不错的爆发 但是我感觉这魔王每一回合秒他都是爆发 啊 有一手 魔火焚射 啊 有一手 灰云灭色 啊 但是他 普通去秒的时候 也疼啊 这就是人家门派的一个特点 啊 法带 法波 法爆嘛 门派特点 呃 神木相较于魔王而言 他是比较灵活 啊 就人家单点也厉害 啊 面伤也不差 啊 比较灵活 魔王的话 你看整场比赛 观察方魔王有几次单秒啊 除去 情侣三连啊 啊 情侣三连的属于特技啊 不属于技能 你看过魔王有几次属命 呃 有几次单秒 都是属命 你有没有罗汉太师属命 那个三三连真火啊 啊 和什么那个魔厌滔天啊 那技能就跟闹着玩一样 嗯 根本就没伤害 啊 啊 观察方继续捕宝宝 感觉差不多可以啊 换地厅了 我发现现在宝格玩地厅海玩的少了 啊 有一段时间宝格这个地厅海玩的是非常的溜 啊 就一会儿一个地厅 一会儿一个地厅 呃 最近两个月 玩的少很多 啊 因为宝格比赛 咱们天天做啊 经常看我解说也都知道 咱们天天做鱼道宝格 这两个福气天天做 一天那个东西确实是个双刃剑 一把无魂攒人给化身死 你玩不好 可能现在的优势就丢了 啊 对面现在手里的药其实还蛮多的 除了化身死剩下五个药 其他人物的药还算比较饱满 啊 你一旦玩的不对了 你场上这点优势可就没了 解开金鸟 魔王再一秒 潘斯还得死 啊 潘斯还得死 九百 扛下来 一丝血扛下来了 武装这边 杀人力屁 啊 你别敢打的一千三啊 那绝对是个杀力屁 善恶继续往上压 啊 观念方厂上还有善恶 人解 盘斯盘斯 讨尸陀吧 啊 还是给尽疗 给到对面盘斯 去压盘斯了 不管对面尸陀了 观念方感觉自己血量上没压力啊 对面控魔王也没控中 这个时候队长方先换地厅了 想来牵制一下宝格这边的操作啊 给对面一点缓和的时间 这魔王没风中 对面还没落汉 看看这个地厅 能不能打得到 宝宝在飞 闪了一匹没了 风云变色 秒六个 哎 刚好秒到这地厅 盘斯没风中啊 风中的话 这地厅不就保下来了 没风中 毫无威慑力 可以啊 哎 观念方 自己给盘斯卡了 因为我龙单是 怎么的 秀细节 玩预判 六千 四千三 武装 再补一个宝宝 估计武装补出来的 应该还是善恶啊 估计还是善恶 武装官就剩两个宝宝了 但他手里肯定还有善恶 哎 八方 啥都不是啊 啥都不是 自己打自己脸 自己打自己脸 大哥 怎么最近老 怎么最近老是干净之恶呀 打个剑慧 掉头就跑 这剑慧跑是要扣分的呀 哥哥 倒是也无所谓啊 他们谁在乎这些 对不对啊 没人在乎这些的 跑也就跑了吧 剑慧逃跑 这一个星期我都见了三次 怪强方再给盘死卡一个五龙弹 这武装啊 拜拜了 我看了 我看了 你说什么 我看了 现在个人 就会去 我看了 你就会 这次 我看了 他们